佛说阿弥陀经,让我们心目向往,进而发起求生净土的愿 阿弥陀经最初在讲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,正报庄严 佛讲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? 是为了让我们心生仰慕向往的心,进而发起求生净土的愿 我们将来的目标归宿就是极乐世界 如果站在阿弥陀经的一心念粉 我们主要是要忍试阿弥陀经的一种发挥的企图 就是说,极乐世界无忧众苦,但受尽禄 所以这个时候,我们如果站在阿弥陀经的心 我们一般的众生在念粉,就是要追求去极乐世界无忧众苦 因为三部的背景太扣了,三部的太重,强得重 所以这个时候,我看到阿弥陀经这个法 这样,我就想一心来信阿弥陀佛 第二,因为阿弥陀经说的,世界中严,环境中严 让我们安住六厄 阿弥陀佛的国土是无有重苦,但受诛乐的地方 当下这种欣喜求乐,怨胜惜放的心 炉头油灯瞬间被点燃起来 苦是在极乐世界中完全没有的 没有重苦,不但没有这些苦,还可以受无边的喜乐 沈方新闻贵文曲建议,高雄采访报道